我呢 今后的理想呢就是 作为作为做一名 钢琴的这个职业的钢琴演奏家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吧 也就是说 能够与听众一起分享音乐 在舞台上面进行表演 享受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这是我的一个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看不见的话 整弹出来的话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跟他妈妈一起商量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现实的 就是说能想办法给他治就给他治 能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 我的父母呢一贯都是非常支持我的学习 从小开始学钢琴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支持我 反正我爸爸也一直这样跟我说 只要我愿意学 那他们就愿意支持 然后我的父母 包括到现在也是 就是我 觉得他就不仅仅是 就是说跟我是有父子的这样的关系 还有我觉得说会有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听个音乐会 比如说让音乐会后可以有这样的交流 我觉得这样还是挺难得的 那后来四岁开始他喜欢上钢琴 那当时也是好信任的帮助 他们两家合起来送了我们家钢琴 在那里学了五年以后呢 就是说老师的建议就是说 莱阿俊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走专业的路 后来就找到那个北京的那个 中亚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 那他呢也非常帮助我们 你会爱吗 OK 非常 很好吃 那你买演出那个 顺序还不知道 那普通高考是所有上的普通高中的中国人 都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关系到了 这个大学今后的大学的学习 同时呢 也关系到了这个将来的这个成长 它是一个 就是中国可以说是中国非常 特别的一种现象吧 有一定的竞争性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是 a make or break thing when it comes to your future in China 其实我是14年的11月还是12月这个样子 听说就是我们可以高考 当时就是既高兴又紧张嘛 离我的这个理想的大学更进了一步 至少可以就是说 嗯 与其他人讲公平竞争 嗯 但是呢 紧张呢 就是因为当时细节还没有出来 比如说怎么 当时就是怎么申请盲文试卷啊 要给要做什么工作呀 让朋友去把这个书录下来 而时间也比较紧 所以我的朋友组织了54个人 那么 我呢主要是 就 嗯 听录音 听他们给我读的这个复习材料 然后呢 让爸爸给我 嗯 读那个 考试题 我用口答 现在就一般选一选课 你没得到哪里去啊 嗯 那当然开心啊 呃 对吧 那肯定跟朋友们说啊 我录我录取了 对吧 嗯 那是肯定有的 终于离自己的这个梦想更近一步 那么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准备 嗯 马上要来临的这个第一学期的学习 我对学校非常满意 同学也对我非常的 嗯 嗯 好 就说 嗯 我有什么问题他们都 会耐心的给我解答 比如说和声课的老师会 嗯 把每一个 黑板上面写的这些 这些例子 普字的这些例子都 用钢琴弹给我听 那么时常练艾尔课的老师呢 会想一些 呃 我能参与的一些活动 然后让我参与到课堂 课堂当中 只要我们能够继续的有这样的政策下去 呃 能够有更多的盲人能走进 呃 普通学校 呃 那让这个随班就读和融合教育 呃 更加的普及 如果我们能 我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的话 我觉得 嗯 呃 我们盲人的未来 就中国盲人的未来 也会是非常则观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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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